大家好,我是三彪,邪猫吃狗上岗 之前有朋友在我留言区里留言说 三彪,你能不能聊聊纳粹德国末日黑科技 我说可以啊 这个东西它是介于一种有和没有的状态之间 咱们就随便聊几句啊 可能没什么主题 可能主要就是一些报菜名的东西 您承让我和乌美淘淘小伟吧 谢谢您了 好,那咱们先解释一下什么叫末日黑科技 我们说纳粹德国在战争后期这个局面已经愈发不利了 那个时候啊 纳粹德国特别喜欢给民众们吹的一个概念 这个词现在德语里面还有就是奇迹武器 只要什么什么一切都会好起来 注意不是只要斯泰纳进攻一切都会好起来的 不是 只要这种奇迹武器有一切都会好起来 都是什么的 有些奇迹武器还真有的 主要就是空军的 梅122喷气战斗机 亨克尔162喷气战斗机 V1飞弹和V2飞弹 以及一些别的一些有的没的东西啊 只要这些东西投入战场一切都好起来 当然你要说梅122造态没有 有 亨克尔162造态没有 有 V1有没有 有 V2有没有 有 但是纳粹德国还是灭亡了 在纳粹德国灭亡之前啊 这个他们的很多图纸都已经被盟军和苏军缴获了 然后呢 大家一看 哦 原来纳粹德国曾经计划过这样的东西 于是就误以为纳粹德国真的有这样的技术水平 顺便说一下 我这里 实在是大家都在用科技这个词 我这种科技 其实应该叫技术啊 这个我以后统成为技术 大家误以为纳粹德国都有这种技术 可是你可能没造出来呀 对吧 你像某东方神秘大国还说自己这什么20对吧 吊打F22脚踢F35呢 对不对 某东方神秘大国还说自己这个将来的这什么轰炸机 对吧 呃 吊打美国100架B21呢 对不对 还说这个你B21在牛 他总有机场吧 我们有东风快递 您能证明某东方神秘大国的技术吊打美国吗 哎 这个不能吧 所以说很多就是一些纸面的东西 叫paper tank paper planes 或者paper warships 这种纸面坦克 纸面军舰 纸面的飞机 先从陆军开始讲啊 这种纸面坦克里面 比较典型的就是E系列战车 这个E德语 就是这个发展的意思 我们知道德国的战车啊 那二战的时候 那是博得了很多人的大名 以至于坦克世界里面 不是还有一个游戏 游戏词吗 我几年没玩了 您要是有看见这个词在跟我留言吧 说你想去阻挡虎王坦克吗 这也是不可能的 黑豹坦克 虎视坦克 虎王坦克 那的确厉害吗 厉害 但是生产周期太长了 而且战场上维护也不方便 我之前作为一节目提到过 说德国一装甲师 他的主要装备 黑豹坦克和四号坦克 您看有什么通用的 我作为这两种坦克的模型 他这个模型叫做 没几个能通用的 好像博士都能通用 那在这种情况下 德国这个陆军局的 科尼克坎普 就主持开发E系列的坦克 E10 E25 E50 E175 E100 这个10 25 这些是吨位 E10和E25 是坦克兼机车 那个E50 是中型坦克 E75 是重型坦克 这几个是真的希望 尽可能多的零件通用 但是元首更喜欢的是E100 那么E100 还真的造出了一个底盘出来 那么其实你要说E系列战争 真要能够投入使用的话 对战局的影响会有什么吗 可能会有一些 但是未必有那么的大 因为他毕竟没有跟盟军的主要战争 拉开一个大的代差出来 他只不过就是 可能说他构建了现在主战坦克的构型 我说你那话就不要用这个完成石了 他没有构建 因为你那一系列坦克也只造出来一个E100的底盘 至于E100用什么炮塔 大家猜是属实的炮塔 还是科尔国的炮塔 你猜是150 那不好意思 那只能在游戏里面了 对吧 我之前看过有人在游戏里面 拿E50M去拿了一个M的M 还是特别勇 当然E25 我之前在游戏里面 也是买过一个金币车 对不对 突突可好使了 好成小账了 但是他有没有那么好使 我只能说 你总不能说交给明斯克设计局 懂得都懂 解释一下 就是坦克世界之前 是明斯克的一家公司搞出来的 现在好像搞到塞浦路斯了 这是陆区 的确有创新 但是还没有到这种翻转战局的地步 海军 末日电沙 这种潜艇 21型潜水艇 这种潜水艇 比至于纳粹之前的 7型9型潜水艇 有一个什么特点来着 它是真正的潜水艇 有人说三秒 你别坑我 之前难道不是潜水艇吗 之前那个潜水艇柴电动力 有几个问题 第一个 在水上航速远远大于水下航速 水上能跑十几节 水下只能跑七节 那么您在水下 你只能归宿了 想追上敌人 高速的这种船 那是不太可能 所以你看 盟军有一艘在 玛丽女王号的运兵船 为什么能够高速 往返于大西洋梁 而且都不要护航的 那是因为 德国潜艇追不上它 和这个末日电沙不一样 它整个的这个 艇体外形 经过了重新的设计 这个流线型 保证在水底的航速 就是水下航速 大于水上航速 这个太了不起了 而且呀 它这个所谓电沙 它设计的一连串的蓄电池 蓄电池明显增多了好几倍 以至于它们在水里 能够很长时间 不跑出来换气 这盟军后来 反潜也是反出了经验 对不对 说这个德国潜艇 一定会出来换气的 所以说B24 就在那等着了 这末日电沙 一旦投入使用 有没有可能改变战局 真有可能 这个是纳粹德国 所有末日武器里面 最有可能改变战局 而且这玩意造出来了不少 但是呢 因为这个末日电沙 是施佩尔他去搞纳粹德国 军火生产奇迹的时候 搞的 采取了分段建造 您现在去搞这种分段建造啊 比如说这个 前面谁造 中间谁造 后面谁造 这个不同厂家 应该有不同的这种 完全相同的施工标准 说错了啊 你应该有完全相同的施工标准 而且应该彼此之间经常协商 可是当时那是没有的 所以这些末日电沙造了不少 但是呢 造了以后漏水啊 各种问题调适 所以说 第一条末日电沙出港巡逻的时候 1945年4月30日那一天 西特勒自杀了 对吧 那个时候就说什么都晚了 至于空军啊 哎呀 空军的这个末日武器 那个是百花其放 百家争鸣 甚至专门有一个系列的模型和电子游戏 叫What if 1946 1946 如果战争持续到1942年 德国空军会出什么幺蛾子 梅高222 亨克尔162 这些飞机 咱都不用说 纳粹德国甚至想搞出那种 能飞到北美的那种超音速轰炸机 对吧 甚至还搞出飞碟 某些模型厂 特别特别喜欢这样的一些东西 但是这些东西 当时看起来挺先进 你包括那个哥特 哥塔229 那种东西号称是B2先驱 我不知道这些人怎么有这种脸呢 B2的先驱 明明是诺斯洛普的YB49 他跟哥塔的这个东西没有什么关系 你只能说是趋通眼化 德国人和美国人想到了一块而已 对不对 而且所有的这些空军的东西 真正实用化的也就两种 一个是 也就那么几种 那个梅262 亨克尔162和阿拉道234 这几家喷气式战斗机 倒是喷气战斗机 喷气轰炸机 喷气侦察机 倒是实用化 但是呢实用化之后 战果却并不如想象的那么大 为什么呢 因为纳粹德国那个时候已经是 怎么说呢 战局如此的危急 已经是狗拿耗子 反正那个先后语怎么说来着 就是什么都不管不顾的 那个阶段了 所以说很多的年轻飞行员 都没经过培训 都直接上了 对吧 可能你很难想象 这个纳粹德国飞行员 1945年在转飞 那个梅262之前 接受的训练是在一架双引擎运输机 向西贝尔240上 接受了培训 他觉得这是双引擎飞机 跟262是有相似之处 可是这速度差了老鼻子 就那么上去了 而且第一代喷气机 还有各种各样的问题 更要命的是什么来着 这个纳粹德国 当时什么自愿都缺 您那航空发动机 想要维持好的品质 您得保证 其中的一些钛合金 这些东西 起码得供应了吗 不 纳粹德国直接就用铸铁 去搞他262 162 亨克尔162这东西 亨克尔162更惨 他这机翼直接就交合板 以至于第一架原型机 去试飞的时候 那个交合板 那个胶水没沾牢 对 我没有开玩笑 是真的 胶水没沾牢 导致富翼脱落 试飞员死了 就这样 所以说空军的 What if 1946 这个东西 看起来非常的牛 但是技术上 它不具备 在当时实现的可能性 对不对 你包括这个所谓的 愚鹰之足 你当时就没有 电脑控制飞控 你包括哥塔229 没有电脑控制的 这种飞翼面的 自动协调控制 你怎么去操作这玩意 你开玩笑呢 对不对 所以说这种控制的东西 你只能留到战雷里面 给大家去留个乐子 包括陆军的这些坦克 也是 对 跟您说 1999年的时候 日本的一家游戏公司 还发明了一种陆军的坦克 叫179 对吧 那很多人误以为 这就是纳粹二战时候的东西 其实不是 总结一下 这纳粹有过的 所谓的末日黑科技 这所有所有这些东西 它没有什么 就是能够扭转乾坤的东西 出来 它当时的确不具备 任何的这种 扭转战绩的能力 真正扭转战绩的武器 那好 原子弹 纳粹德国二战时候 是不可能造出来的 而且啊 所有的这些技术储备 你比如说梅262 它的这个喷气发动机 在二战爆发前几天 亨克尔公司就已经研制出了 实用化的喷气飞机 而末日电刹的技术 也是二战之前就有的 而纳粹德国 为什么把这些技术 就一直不用 囤到二战到最末期 还开始像脑袋发狂一样的 这么搞 这本身就是一个问题 所以说你现在看到这些东西 很多人会觉得 要是纳粹德国再蹦了几年 我那个天 再蹦了几年 欧洲还有多少个人要被屠杀 欧洲还要有剩意 多少人伦传军 我只能说纳粹德国 灭亡的太晚了 行 我们今儿关于这个 就讲这么多 随便聊聊 谢谢大家 欢迎您关注我的频道 再想到别的 再跟那样聊 再见